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八处女节到来之际 男士们该怎样献心意 以家庭为单位 咱就做顿好吃的就得 美术老师是如何俘获 家中女士的胃和心 这是一解馋的 海鲜菜 这也是一个减肥的 胃道很不错 又是怎样记录彼此的美食生活 花了十年了 小一半张了 特效品菜姜木鸭 又为何适合女性 手脚就会发热 晚上睡觉不会发寒 本期要您 一起为女士们做到菜 里面有了一种 什么感情的成分在里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三月八号 国际妇女节 首先在这儿 我代表我们 回家吃饭栏目组 祝电视机前的 所有女性朋友们 节日快乐 一说到这个妇女节 我回家的时候 跟我们家里的 几位女同胞 也表示了节日的祝福 比如我爱人 我说这个妇女节快乐 我一说这话 大家这么不高兴 我才多大年纪 三十多岁 我算妇女是吗 那时候是女生节 快乐呀 从说 我说那行 祝你女生节快乐 同样的话呢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祝你女生节快乐 我妈不高兴了 我都六十多了 我女生啊我 我上哪生去呀 那我说那您说 我这样吗 女人节呀 我是女人呀 我说行 那祝您女人节快乐 所以您看呀 这个对于女性 不同年龄的不同称谓 咱要通称为 妇女节快乐 确实显得呢 情商不高 不过最好的情商 我觉得啊 就是在这天 俘获他们心最好的办法 以家庭为单位 咱就做顿好吃的就得 所以今天呢 我也请来了 一个达人和一个大厨 咱们下边的时间 闲言少叙 请达人和大厨上场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行 这样咱们做个自我介绍啊 二位今儿穿的都是红艳艳的 我觉得表达了我们对女性啊 这颗炽热的热烈的心啊 您怎么称呼 我叫李东啊 一般叫南城老李 您可以叫我老李 李老师干嘛 今天就这么个造型的 又戴着帽子 穿着山单花开红艳艳的 我是一美术老师 这画画的人吧 他都有点个性 所以我觉得与众不同点好 我叫李东 这是我的双美日子 美术和美食 是我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两大元素 美术是我的工作 看它的明暗交接线 它的明暗交接线在什么位置 让它画面飙过于空 除了教学生画画 我还天天办画自己的生活 美食是我的爱好 我以每天给家人做饭为乐 往上吃什么呀 龚包鸡丁 龚包肉 行 我看你那儿弄那么多香菜 你少放点 不爱吃 那我做一些帽子 你甭吃啊 那可不行啊 我得多吃点 媳妇从小不吃香菜 但我做出的菜肴 就让媳妇品尝到了香菜的美味 今天 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得在回家吃饭的厨房里 好好露一手 妇女节请您来 要向谁表达妇女节的祝福呢 媳妇 还有我们老太太 还有丈母娘 对 就这仨 挺好 咱们再让大厨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徐律 是名菜大厨 是福建人的啊 是福建福田的 福田的话 说闽南话吗 我们那边是属于说普鲜话 但是跟闽南话有些接近 接近 那比如说用普鲜话 说这个妇女节快乐 怎么说呢 妇女节快乐 妇女节快乐 那今儿咱给女性婆婆们 带来俩什么菜呢 一个盐爆鱿鱼 这是一解馋子 海鲜菜 还有一个盐爆瓜条 这是一个减肥的 哦 卤菜 卤菜 卤菜这边呢 大伙也比较熟悉 啊 元爆散单 但其实呢 李老师知道 我刚才这 没说对哈 正音应该是 盐爆 哦 盐爆 盐爆 但是人家这个 行里叫白了 就这么叫元爆 前行都是习惯了 叫这个元爆 哎 都没毛病 好 那今儿咱们呀 就跟着李老师一块儿 学学 给家里女性朋友呢 都做做 您来吧 得嘞 那我先上手 好 我今儿呢 把自己的刀也拿来了 您等会儿吧 哪个卖切糕那儿要的 这刀够大的 这25年了跟了我 1996年 菜是否买的 当时这刀是 那炊具店已经拆迁了 没了 这刀是样品刀 我是死磕那大姐 是磨了半天 75块钱给我了 96年 75块钱相当贵 96年 您才多的年纪 差不多16岁 我那会儿学厨呢 我那会儿上的是植糕 是专门就是学的烹饪 行呐 李老师 今天就用这把刀 看看您的厨艺 这鱿鱼啊 一般的拿回来以后啊 先把这两边的膜子 都给它撕下去 里边也有膜 也给它撕 弄成一镜面 好 开始切成三片 先四手刀 斜刀 这也太难了 哇 这个就是麦穗花刀吧 麦穗花刀 对 麦穗花刀 人家这也太帅了这个 这就是一个 太快了 天哪 您是特意捡的这俩菜 是他爱吃的 还是说今儿这也好展示呢 他其实挺爱吃这个的 他爱吃鱿鱼 鱿鱿鱼呢给他做过很多种做法 其实呢 无非就是荔枝鱿鱿鱼 荔枝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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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菜里面有香菜 我还是不爱吃 但是唯独盐爆系列的 仍然是我的最爱 这个是把香菜跟食材 融合到一起 经过快火的爆炒 它香菜很多 原来你不太适应那种味道 在经过火的处理的时候 挥发一些 而且它那种火燎的味道 是一种有种独特的 铁板的香味 吃饭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情 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 但我发现往往吃饭 是最检验夫妻关系的 一个时候 两个人互相的调侃 或者每次我吃饭的时候 老李都会跟我讲这道菜的一些背景 历史甚至牵扯到小说这些事 我觉得这顿饭 其实吃着特别有感觉 也是一种感情的生华 吃完以后我们就盖上那个香菜 这个香菜一般北方都叫盐醉 是 如果说你要说家里做的盐爆 把印掐了 为什么呢 这印搁你以后一朝热 上菜你要吃它慢点 全喝酒了 就趴了秧了 所以说把印都一点点掐了 今儿咱们既然女神节 就得过得有点仪式感 该下去得掐 得要这么些呢 对呀 我给它切成它这么段 然后把它搁在一个碗里头 对一个汁 这个菜很快 旺火速成的 用点葱白 可以啊 可以 行的 葱丝 姜丝 蒜片 弄完以后呢 盖盐 盐 胡椒粉 胡椒粉 鸡精 太太乐鸡精 常备着呢 还有打盖一点高汤 这里边呢放点骨头汤 当然呢 咱也可以用太太乐的鲜鸡汁替代 来点醋 做这个 做这个菜啊 它点睛之比是做它有点醋 它那没有那醋 它碰出这个香味来 醋和香菜在一起 它能积出味来 给它稍微拌一下 开始 先做壶水 这个盐豹啊 实际它成菜讲究就是什么 就是利索 出菜一定要快 火炎要大 油要旺 不能突进带水 如果说你的香菜跟你扒拉扒拉 你要不出锅 塌了秧了 而且全出水了 不好吃 不好吃了 出来香菜一定要脆口了 这水开了 好 好 起火了 很快啊 打点就捞 这个鱿鱼焯完了以后啊 别着急放完里 还有一道工序 哦 我给大伙看看李老师这刀工 什么叫爱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给媳妇这么做 您瞧瞧 这花 小菠萝似的 好 这锅烧热了啊 先别着急 让它再热点冒了烟 我还得拿油冲一下 爆油鱼啊 油药宽 这盐爆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爆 实际上不是说盐爆是一个炒菜的工艺 在这个盐爆之前还得再爆一回 一样烧得冒了清甜八成热 开始了啊 油药宽 油药宽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我的妈呀 粉块冲出来 用的是猪油 咱们在家里替大家的用普通这个豆油去带一下 一样一样一样 一样一样都可以去带一下 开始 粉块发 哎呦 大碗馅 准备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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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盐爆鱿鱼 就这么快 咱们继续李老师的盐爆瓜条 这盐爆瓜条啊 这个菜啊 这是我师叔教我的 但是他这个菜说是吧 就是把冬瓜跟香菜很好地结合起来 就是你买多少香菜都不浪费 而且这菜挺好在哪儿就是什么 它没什么脂肪 很清淡 减肥特合适 女孩爱吃 对 我媳妇那会儿怀孕的时候那个血糖糕啊 我就这么着给她做这个 而且这冬瓜呀 还是这个腹水利尿啊 所以呢 多吃点冬瓜呢 对身体本身也挺好 初春时节啊 来点冬瓜汤 这都不错 这瓜条就切成这个一公分 这减份呢 小点 小点儿 粗了您窜不透 是 往往呢 水开了 咱把这瓜条呢一块都放进去 放水 这没一碗还得弄点那个凉水 给它焯完以后往凉水里拔 它马上能反脆 差不多变白色了 半透明 捞出 大家都可以学学啊 家里要有爱人正怀孕呢 就来上这个盐爆瓜条 爽口 又不长肉 合适 咱们得对于碗汁 切成一个寸段 嗯 跟刚才条法一样 盐 胡椒 鸡精再弄点 骨汤 少了一点醋 给它拌匀 咱点一下火 把锅给烧热了它 炒这个菜 其实速度也得快 跟那一样 甚至比那还要快点 因为它不用冲油了 不用 直接就炒 你吃的就是一个清爽利落 吃的就是一个速口 你要过一样油 那冬锅一锅油了 你跟吃大魂没什么区别 锅烧热 还划一遍油 这就是划锅 划锅 划一遍锅 把锅子放进去 准备盘 再来一盘 这个漂亮 这个漂亮 速度很快 杨宝八条 很快 确实出品很快 炒出来就像翡翠一样 这要在饭店出菜 刚点完了那儿就做好了 齐活 我人生有三大乐趣 您说抽烟喝酒烫头 美食美术和美女 这现在美女 心中的美女娶回来了 美食咱们也见着了 所以就剩一个美术了 这个今天是女人节 要致敬这些女性 您跟那些爱人之间 我听说您也用美术的方式 记录了很多 方便咱们看看吗 可以 可以啊 画了十年了 一二年开始画 搞得像开始一直画到现在 画漫画 画漫画 每天都记录 这是早上跟家给她摊煎饼 我把她过来说她想自己摊一个 但是我知道她没那水平 我意思就是告诉她说 你摊成什么样 你给吃了去 是不是 你别没这金刚座 您甭懒这瓷气活 李老师 您这个画了十年的小漫画 您管这个 你们小两口的叫什么 这些漫画有名吗 就叫我和女王的那些事 我和女王的那些事 在你心中她对大 画了这个小一万张了 一万张了 一万张了 十年了 手稿一万张 一年365天 每天三四张 集合成册 我觉得能拍电影了 制作挺精致的一段西餐 让你们娘俩吃出 城乡结合布的感觉了 你做什么呢 怎么这么多香菜 我不爱吃香菜 我做圆爆里基斯呢 到时候你一口别吃啊 你晚上想吃什么 有肉就成 做去吧 延爆两菜啊 一个是鱿鱼 一个是瓜条 吃了 提倡分餐制使用公筷啊 我们开尝 嗯 胃道很不错 许大厨您评价一下 我觉得这个菜味道挺不错的 里面有了一种什么感情的成分在里面 有一种这么多年来夫妻之间成年的一种成就的味道 吃菜不一定品菜 而要品出它的过程和它的感觉 嫂夫人贵姓 王 王老师 为什么叫女王 女王 这么来的人 那不是女文是 姓王的一个女同志 就是我也用点文学上的词啊 王老师是幸福的 他幸福来的真切 是真的真切 就像这盐包 瓜条和鱿鱼一样 看得见 摸得着 你如果问我什么是爱 眼下我看 就是李东给王老师做的菜 我想这就是爱吧 爱大抵如此 大抵世界上的爱都该如此 严选鸡肉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盐包鱿鱼 鱿鱼呢处理干净 打上麦穗花刀 准备碗汁 香菜去大叶 切成寸段 放到碗中 加盐 鸡精 胡椒粉 果豆汤 淋少许醋 锅中做水烧开 将鱿鱼放入锅中 待打点后捞出空净水分 炒锅上火 放适当的油 烧至八成热 将鱿鱼倒入锅中 快速冲炸 迅速起锅 锅中放猪油 烧化以后 放入鱿鱼快速翻炒 倒入兑好的碗汁 翻炒几下出锅即可 给您画个重点 这油温烧到八成热 将鱿鱼倒入锅中 快速冲炸起锅 这样的鱿鱼会更脆 盐包瓜条呢 就是冬瓜去皮去炸 切成粗条 入开水锅中 窜透 放冷水中拔凉 香菜去大叶 切成寸段 放入碗中 加盐 鸡精 胡椒粉 谷豆汤 淋少许醋 对成碗汁 炒锅上火 烧热以后呢 放少许底油 放入冬瓜条 快速翻炒 倒入兑好的碗汁 翻炒几下出锅即可 给您画一个重点 冬瓜测完以后 一定要放到冷水中 这样冬瓜是反脆的 姜母鸭 就是敏菜的一个特色菜 女人吃鸭子确实好 对 生母 要用到三次生姜 吃在嘴里 暖上身体 这个下半时间 咱们得着重让 许大厨展示展示了 我做的是 我们敏南的姜母鸭 就是敏菜的一个特色菜 极有代表性的姜母鸭 这个菜是做给谁的呢 是做给我的爱人 还有我的母亲 因为在今天 三八妇女集的时候 我也特地感谢他们 一个给了我生命 一个呵护了我到这么久 给我生了一个儿子 我感觉那个 喜大厨好会讲啊 他讲的那个话 都那么有哲理啊 那三年的时间 我们不要等啊 喜大厨开始做聊啊 选鸭子的时候 记住选放鸭 差不多六个月左右的 鸭子比较嫩 选什么鸭 放鸭 放鸭 对 放鸭 鸭子选好的时候 这一刀剁下去 开出来了 鸭屁股的位置 去除掉 这个是不用了 不过这个女人吃鸭子 确实好啊 对 是是 比如说体寒的时候 手脚发冷啊 可以去自己在家里 像我这样子去做一点家母鸭 自己养一养元气 手脚就会发热 晚上睡觉不会发寒 好了 好 现在准备焯水 凉水先下锅 像这种冷锅焯的 更容易把它里面的鸭子 原来的腥味 血湿给逼出来 盖上锅盖 咱们在做这道菜 姜母鸭的时候 选择的生姜 一定要选择老姜 这是第一道工序 做这道菜的时候 要用到三次生姜 第一道菜就是说 不去皮的生姜 拿进去焯水 这样子一个是鸭心 一个是去味 第二回用的姜 也是老姜 都洗干净了 然后切片 还是不去皮 对 不去皮 为什么 生姜去皮 它和不去皮 两种味道 香度不一样 这姜母鸭看得出来 对这个姜的需求量 很大 平常在食用姜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好处 生姜味道辛辣 它的辣味元素 来源于姜酮 姜醇 姜酚等物质 具有一定的挥发性 有助于增强和加速 血液循环 刺激微液分泌 帮助消化 并且其中还有姜吸酮 这种成分 可以对细菌 有很强的灭杀作用 因此民间还有 三片生姜一根葱 不怕感冒和伤风的俗语 咱们这个姜的切得差不多了 得满满一大碗 这是那个第二次用的姜 第三次用和前面的差不多 来吧 这这也行了 超差不多 这个炒好了 炒好的鸭肉 放进这个盆里 好 现在开始炒香油 太太乐的 芝麻油 香油和这个老姜 配合在一起 更好地逼出它原油的味道 倒入生姜 咱们把这个炒香 这样子炒出来的 一个是降了它的火气 一个烹调出 搁的那个原油的香气的味道 炒到它金黄色 生姜要干 一定要把它炒出这个味道 你看咱们姜呢 到现在放到了第二回啊 头一回 煮鸭子放姜呢 是为了取腥 二一回 这香油炒姜片呢 是为了入味 是吧 对 炸得跟那薯头片 是吧 对 这香油把姜的那味道 积出来了 对 这菜是一慢菜 真不能着急 看差不多了 快起簧了 加入我们大料 桂皮 然后香叶放入少许 辣椒可以带一个两个 洗好的鸭肉 可以倒进来 我们用的是太太乐 头盗特级鲜酱油 分量要倒逐 炒出色来 现在拿我的黄酒 黄酒 对 成年黄酒 米酒 对 这些温热的这个酒啊 跟那个鸭子之间 它起到有什么作用呢 咱们这女性朋友 一个是去腥鸭味了 另外一个对女性本身的 比如说性寒的女性 可以说更会暖身 对 炒至差不多了过后呢 加入适当的水 这个水一定要慢过去 先把这鸭肉烧开一下 烧开了之后呢 咱们就要再放 其他的东西了 咱们又拿了一个砂锅呀 这用砂锅炖啊 它更容易的入味 有的有用高压锅 高压锅它容易的时候不入味啊 对不对 现在把这第三次切完的姜片 垫底 对 垫住底 一个是不让它糊锅 另一个更好的让生姜入味 接下来这个汤锅烧开了之后 你看香气都出来了 现在加入少许的盐 调味 对 然后冰糖几个 这冰糖是又提味的又上色 对 然后再加上鸡精 去中和它的一个香气的味道了 好 香味出来了 现在炖开了 全部都倒入砂锅 姜味是真够大的 我和李老师离这么远 三重姜带给我们这种感官上的刺激 盖上锅盖以后 炖制的时候 首先大火让它出气 锅气起来 烧开了之后咱们关小火 关小火再炖 炖制一个小时 明白了 开锅换小火 再炖一个小时就熄了 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火改小火 现在收汁入味 对 咱们开锅看看 姜混合着鸭肉的这香味 还是很浓郁的 对 然后里面是这样搅一搅 姜片已经缩的小小的了 对 好干嘛 咱们关火吧 可以 好 出锅 热气腾腾的姜母鸭出来了 我们代表所有的女性朋友 我们替你们尝尝 姜母鸭吃在嘴里 暖上身体 所有的姜味都在这鸭肉里边渗透着 确实是暖身驱寒的佳品 冬天吃呢 应时当令 春夏交际吃呢 能够排寒去湿 对 确实是个好菜 特别的舒服 而且这鸭子炖的也不错 而它这鸭子选料特别好 这鸭肉特别瘦 特别瘦 在这样姜一嫩 砂锅一包一威 出来那味就特地了 今天许大厨 还有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分享 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这种 爱带给我们在餐桌前 在厨房里 那种浓浓的暖衣 食不我带 趁着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 抓紧时间 给自己最爱的女人好好做顿饭 先将鸭肉砍块洗干净备用 锅里放冷水 再将鸭块放入锅中 下入带皮的姜片 焯水开后先将鸭肉捞出备用 另起一锅加入麻油 放入姜片 煸炒至微微焦黄 放入桂皮 香叶 八角 下入鸭肉爆炒 加入特级鲜酱油 成年黄酒 米酒 倒入凉水 没锅鸭块 盖上锅盖煮至水开 加入盐 冰糖 将带皮的姜片铺入砂锅底部 将煮开的鸭肉倒入砂锅里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 慢炖一小时 焖至单只粘稠就完成了 给您画个重点 加入春年黄酒和米酒 虚心增香的效果更好 盐水鸡肉 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对女性更好的日子是 那个是 哎呦 紧张了 这种鸭子 不会就是说 不会更容易 对对对 来来来 有点小紧张 比我考证 我都还害怕的 即时证 我压根眼睛没砸一下 就看见您在我来 他这大叔还挺幽默 刚才你说他聊得挺好的 上了中央二套 那叫不一样